拉斯维加斯的酒店 服务生正准备对一间房进行打扫 哪知道刚一回头 接近后的老季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死者是一位身材卖妙的女士 死因是脖子里的两厨割喉伤 房间收拾得很干净 凶手甚至还带走了浴室的毛巾 证件显示死者叫做爱丽丝 但是她并不是这间房的主人 女人带着钻戒 可她的丈夫却不知所踪 在上一季的结尾 老季做了手术 现在她的听力恢复得不错 甚至能够听见微小的震动 据调查 房间是凶手用事件的信用卡订的 这间房靠近出口 也就是俗称的谋杀中心 据说这类房间发生凶案的几率非常大 奇怪的是 一般死者被割喉的位置都是正面 而女死者的伤口在侧面 并且她的身上没有任何防御性伤口 面对行凶 她没有反抗 而是选择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 莎拉调查了入住记录 昨天晚上 女死者与丈夫一同入住了869号房 与发生凶案的房间相隔了两个楼层 而丈夫在签下了一张5000美金的预支支票后 也失踪了 那么问题来了 爱丽丝为什么会死在其他房间里 她的丈夫又去哪了 詹姆斯询问了隔壁的房客 房客回忆 昨晚案发后 她透过猫眼 看到一对夫妻正在一边走一边争吵 因为当时她正在看不正经的电影 所以记得很清楚 根据时间推测 凶手很可能就是那对争吵的男女 尼克在楼道的门上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随后 她又偶遇了一位叫做小明的服务生 服务生还当场给她唱了一首闹态套 由于两人是高中同学 尼克顺便询问了一些线索 还无意间透露了一些案件细节 另一边 老法医也给出了验尸结果 伤口虽然足够致死 但是比较浅 凶手当时似乎不忍下手 此外 老法医还在女死者的脚趾中找到了一块亮片 老法医是个老司机 她一眼就认出 这块亮片的标记来自于她经常光顾的脱衣舞俱乐部 与此同时 沙拉和大黑也来到了死者丈夫生前入住的869号房 房间干干净净 看起来根本就没人睡过 不过他们倒是在行李箱中找到了加油记录 上面还有夫妻俩的车牌号 通过追踪车牌号 尼克终于在地下车库找到了夫妻俩的汽车 令人诧异的是她居然在车里找到了丈夫的尸体 命案由一起升级到了两起 丈夫同样死于割喉 可她的伤口来自正面 而且远比妻子的伤口要伸得多 沙拉在车里找到了凶手留下的凶器 刀柄上还有一枚清晰的血指纹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刀柄上的血指纹居然来自于丈夫 这么说来是丈夫杀了妻子 那么问题又来了 是谁在车里杀了丈夫 老机和C姐来到了死者生前光顾的俱乐部 托衣五娘认得死者夫妻 因为她曾为夫妻俩跳过好几次夜舞 找托衣五娘可不便宜 五娘回忆 父前的不是死者夫妇 而是同在包厢的另一对夫妻 那对陌生夫妻的爱好很特殊 他们总是喜欢坐在黑暗的角落 花钱看表演 谈话间 舞女开始对着老机搓手弄姿 表示可以免费跳给她看 老机还有点小心动呢 画面转到阿琪 她拿到了电梯里的监控 电梯里一共出现了两对夫妻 一对是死者 另一对便是托衣五娘形容的 有钱又变态的奇葩夫妇 只见这对夫妻的手中 正拿着单几尔赌场的房间钥匙 很快到了午餐时间 新闻上正播放着酒店的双十命案 令人疑惑的是 记者掌握的消息居然比警方还要多 尼克眉头一紧 要知道刑事案件都是保密调查 一定是那个杀千刀的小名 向记者透露了细节 这可能会害尼克丢了工作 现在摆在尼克眼前的就只有两条路 要么主动向老吉认错 要么卷铺盖回家考个前工证 老吉和詹姆斯找到了监控中的另一对夫妻 夫妻俩说他们昨天在堵桌上认识了死者夫妇 随后大家便一起回房间喝酒happy 妻子说死者夫妻非常奇怪 还一直逼问他到底有多爱丈夫 这让他们觉得很不适应 于是就离开了酒店 若不是即使离开 或许他们两个也难逃一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警方又接到了报案 市区的一家偏僻的旅馆内 再次发生了凶案 同第一集一样 房间里同样死了一个女人 女死者叫做温迪 同样是被侧面割喉 同样是丈夫不知所踪 老吉如法炮制 在停车场 找到了一名倒在驾驶室的男子 相信他就是温迪的丈夫 果然办案久了 看谁都像尸体 一旁的服务生一边看热闹 一边从冰柜里咬冰块 咬着咬着 桶里的冰块竟变成了血红色 紧接着 小哥便发出了尖叫 原来丈夫的尸体就在冰柜里藏着呢 尸体已经被冻僵 可冰柜的口子只有一丢丢大 想把尸体完好无损地搬出来 难度非常大 大卫试了好几次都不行 斜着拉不出 横着也搬不动 老吉半是雷厉风行 这过上去就掰折了尸体的大腿 不只是尸体 连机器里的冰块也要全部带走 整整装了12大筒 同上去案子一样 凶器同样留在了现场 老吉又带着尼克返回了房间 老师的旅馆都配有按摩床 只要投币 就能享受15分钟的按摩震动 昨天晚上 凶手使用过按摩床 投币机里都是硬币 而其中一枚硬币上面 很可能就有凶手的指纹 一般情况下 硬币上的指纹 可以在5天之内保持得很清晰 而超过5天之后 就会变得模糊 最新鲜的那枚指纹 就属于凶手 虽然两次作案过程大体相同 可仍然可以看出 凶手改变了一些作案模式 这代表凶手可能看过新闻 并且了解 警方已经掌握到的一些线索 这多亏了尼克的大嘴巴 尼克将提取到的所有指纹 输入了数据库 小葛带来消息 冰鬼外的血迹并不属于死者 这么说来 凶手在杀人的时候 还不慎割伤了自己 老吉做出了推测 凶手是一对变态的夫妻 他们主动与受害夫妻搭讪 以玩快乐游戏为名 将受害夫妻骗到房间之后 憋着丈夫对妻子割吼 倘若丈夫不愿意 那么他们两个都要死 并且妻子会受到更惨无人道的折磨 为了保护丈夫 也为了自己能够死得痛快 妻子只能心甘情愿 任由丈夫杀了自己 凶手夫妻很变态 即便是妻子死了 他们也会杀了丈夫 然而这次凶手失策了 他在行凶过程中 不慎割伤了自己 还在现场留下了血迹 另一边 尼克的指纹比对结果终于出来了 硬币上的指纹 属于他们先前询问过的曼迪夫妇 两起凶案他们都在现场 这代表夫妻俩就是杀人凶手 警方当即发出了全境通告 曼迪夫妻还在悠闲的度假 根本就没在怕的 老吉注意到 丈夫的鞋底沾着一枚亮片 这块亮片 与第一位女死者脚趾中的亮片一模一样 妻子的手指上 还有一道新鲜的伤痕 夫妻俩深爱对方 并且都是变态 是犯罪道路上的灵魂伴侣 他们专杀夫妻 先是逼着丈夫杀了妻子 然后再杀了丈夫 每次都能从杀怒中 寻获不一样的快感 警方当即向法官申请了搜查令 让人疑惑的是 即便是线索如此明朗 大法官却不愿在搜查令上签字 因为人权至上 大法官正在申请联邦法院的职位 他怕万一警方没有搜出什么 到时候呢 曼迪夫妇一指诉状 把他告上最高法院 他就会深切无望 比起为死者讨回公道 他的仕途更加重要 想要搜查令 就必须要找到更多的证据 尼克为了将功补过 反复观看了曼迪夫妻 在两个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 当时他们在赌场勾搭了 第一对受害夫妻 妻子曼迪 还在受害丈夫的耳边 说了一句悄悄话 曼迪离死者的耳朵非常近 近到连舌头都触碰到了死者的耳朵 原来他还有这么变态的习惯 这么说来 死者耳朵上 很可能留下了曼迪的唾液 与此同时 法医大卫正在清洗死者的尸体 C姐和尼克冲进了验尸房 好在大卫还没有清洗到死者的脑袋 C姐提取了死者耳朵上的样本 通过检测 两位死者的耳朵里 都检测到了同一组DNA 再加上冰柜上的血迹 警方终于申请到了搜查令 只需要提取曼迪的DNA做比对 那么警方就能将这对恶魔夫妻定罪 詹姆斯第一时间拿着搜查令 来到了曼迪夫妇的住处 夫妻俩没有锁门 屋子里黑灯瞎火 只见妻子曼迪背后中枪倒在了大厅 而她的丈夫则胸口中枪倒在了沙发上 夫妻俩双双毙命 很显然 有人比警方先找到的凶手 代替月亮消灭了他们 正是CSI开播以来 首次出现未完戴序的案子 还出现了很多熟面孔 像是服务生小明 是1969年出生的乔神哈洛威 她是美剧超脑特工中的男主加布里 蝶中蝶四里精英小组的成员哈纳威 最知名的角色便是高分美剧 《迷世中一针一鞋》的索一 也是她的成名之作 法官的扮演者是1945年出生的约翰·道曼 她是美剧歌坛中的法尔科内 纸牌屋中的承尔斯 还是妙女神探女法医莫拉的身负 本集小知识 一 还是老神常谈的知识点 那就是不要住酒店的最后一间房 这间房靠近出口 凶手来去自如 也是犯罪资料中凶事案的高发地 俗称谋杀中心 二 提取指纹是行政人员使用的重要手段之一 指纹是人皮肤的油脂 在光滑物体上留下的痕迹 油脂会在自然条件下分解 一般情况下 五天内能保持清晰 并且有很明显的辨识度 五天到半个月左右就会出现明显的结块 覆盖大部分指纹特征 一般半个月之后 指纹就难以提取 不过好的行政专家 依然能够提取到两个月左右的指纹 并复原指纹上的重要特征 那么恶魔夫妻到底是谁杀的 凶神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这对夫妻的背后 隐藏着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接下来又将发生什么众口味的故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